当地时间11月1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菲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据外交部发布消息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取得多方面的成果 在政治 外交 人文交流 全球治理 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20多项共识 这些共识将为哪些领域发展带来实际变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此次会晤尤为重要的成果是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恢复对话 扩大合作和交流 这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实际价值 一个就是恢复两军的关系 这一点对地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两国同意扩大科技 教育 文化这方面的联系 那么这一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它是有实时在在的价值 比如说这个里面提到双方要开始就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进行作商 那在这之前拜登政府是决定延期六个月 因为这个协定如果不签的话 那今后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的合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然后呢 这里还讲到要促进中美在教育文化领域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两国社会之间实在在联系 也是让很多年轻人受益的这些这个合作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在菲洛里庄园进行 是拜登总统专门发出的单独邀请 不同于本次APAC期间的双边会见安排 专家表示 这充分体现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此次会晤中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分歧和敏感问题 我觉得应该讲是该强硬的地方强硬吧 或者讲该鉴定的地方鉴定 而且在去年呢 这个习主席讲了台湾问题的时候 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这个第一条不可预约的红线 那当然表达也很鉴定 但这次呢 对美方提的要求要停止武装台湾 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议 那就对美方的要求又更尽了 但是在谈到合作的时候 我想这个语气也是很诚恳的 包括这个两国领导人散布 还有这种社交性的对话 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过去这样长期交往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背景 习近平指出 这次旧金山会晤 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 共同努力交出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 专家表示 这五根支柱实际上是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的方向 首先是要树立正确认知 就是说首先你要有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你认识错了 你采取的行动肯定也是错误的 政策也是错误的 第二个呢 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期 那为什么不先讲合作而先讲管控分期呢 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分期太多 这些分期管控不好 你就很难去谈合作 再第三呢 才是推进这个互利合作 第四呢 是比较新的表态 就是中美要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就是中美这两个国家不仅要关心各自的利益 你还要这个关心前世间其他国家的利益 最后一个就是促进日温交流 那么这个呢 也是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专家认为 只要美方是真心实意寻求合作 中美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广 合作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中美的合作剧 room 中美的合作